今天这个你一定喜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日式煎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我认为抓出一个人心 就应该先抓出他的胃 找个小碗铺上保鲜膜来包 这样大小会比较均匀 米饭也不容易散 再来调个酱料都在屏幕上了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增加或者减少 记得要全程小火 煎到有一点点焦黄就可以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